畫面中消防人員小心翼翼的穿越 約兩公尺高的樹林和草叢 準備救援 受困在沙洲的兩名男子 柯信以及江西男子 6號早上10點多 從南投到新竹投前西釣魚 沒想到溪水因雨勢過大 水位上漲無法渡河返回 兩人受困在國道3號高架橋下游 約500公尺處的沙洲 消防人員貨爆赶往現場 但由於雨勢不斷 水勢湍急增加救援難度 帶您來看看當時情況 消防人員在救援時 天色逐漸昏暗 嘗試在國大高架橋上架設照明 尋找受困者的位置 不過受到距離限制 無法有效照明 最後改以機車沿岸尋找 並涉水最短路徑 在晚上9點多 接觸受困者 立即架設渡河繩索 並替受困者穿上急流救生裝備 順利就上岸 索性兩名男子皆意識清楚 不需送醫